第467章 无可奉告 在引动神石和快速取胜二者之间 他肯定要选择后者 至少没有谁看得出他用的是什么能力 不要动 我帮你治疗 唐三沉生说道 说着 他的右手从猛马腰的额头转移到肩膀 体内玄天宫运转 蓝银黄烙印和孔雀变烙印同时运转 不这样不行 没有孔雀变 他都无法透过对方的身体影响到内部 盘旋在猛马腰心脏的阴阳二气终于被直接牵引出来 重新回归唐三体内 这并不是唐三对妖怪有多好心 为对手治疗 他一是为了收回自己那宝贵的阴阳二气 好恢复那一掌三变的能力 二是不想留下痕迹 避免被人探知到他的能力 没有了阴阳二气的影响 猛马腰的身体瞬间就恢复了健康 心脏有力地蹦送血液 他也恢复了行动能力 除了稍微有点虚弱之外 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刚才用的是什么能力 猛马腰缓缓地站起身 收回自己那一双重锤 唐三耸了耸肩膀 道 无可奉告 说完 唐三就转身向台下走去 他刚才这一掌那能解释 这也是他临时琢磨出来的 他最强大的地方就在于拥有多种血脉 而如何将这些血脉之力综合运用 是提高他战斗力的重中之重 同时 在比赛中 还不能被观战的强者看出端倪 甚至不能让对手发现发生了什么 这就需要很大程度地掩盖真相 怎么可能给猛马腰解释 猛马腰大踏步追了上去 脸上又重新露出了憨笑 我叫毛文武 你叫什么名字 比赛之前 他可没有介绍自己的名字 现在输了 他认为这人类有资格知道自己的名字了 修罗 唐三也说出了这个身份的名字 观众席一片哗然 各种虚声此起彼伏 这一战看起来实在是太奇怪了 一时间 数十万组庭民众的声浪 令整个组庭广场都变得极为嘈杂 看着唐三快速离开的身影 毛文武的表情也有些精彩 他一开始还想扮猪吃老虎呢 却没想到真的变成猪了 虽然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 他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能够获得前几名 但在他看来 从小组出现应该还是不难的 没想到 自己竟然是一轮游 关键是 他输得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 体内的阴阳二气消失之后 很快他就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跟没有受过攻击没什么区别 所以刚才这一战 着实是有点像假赛啊 回去他要怎么交代 会不会被爷爷揍死 玩犊子了 唐三可不管毛文武是怎么想的 下了比赛台之后 他就迅速回到原本的戴战区静静等待 因为他所在的戴战区 只能看到一号比赛台的比赛 所以虽然场内虚声无数 但是这里的人并不知道 三号比赛台那边的情况 也不知道唐三已经战胜了一名强大的对手 如何 大猫赢上唐三 低声问道 唐三拉着大猫 来到戴战区各不起眼的角落里 然后才低声道 赢了 他并没有说自己战胜了 怎样的对手 他的心里还在回味那一掌攻击的过程呢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将几种血脉能力融合在其施展 却没想到效果如此之好 不过 如果没有临时起义的阴阳二气 仅仅凭借狮虎变加上孔雀变 恐怕很难突破对方的防御 那个黄金猛马毛文武的修为 就算没有达到九阶巅峰也差不多了 而且战斗经验 战斗手段都不少 自己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出奇制胜了 看台上的虚声很快消散 因为比赛还在继续 后面的参赛选手已经在比赛了 观众的注意力自然也随之转移 唐三陷入思考之中 之前使用吉凶两极领域后突然出现的问题 以及如何更好的综合各种血脉来施展能力 这些都是他要解决的 也是未来重要的修炼方向 他想要晋升神级很难 在达到神级之前 想要真正和神级强者对抗 那就需要另辟蹊径 通过特殊手段让自己拥有强大的爆发力 等今天看完大猫和美公子的比赛之后 他准备再去一趟天阳圣山和地阴圣山 在这两大圣地凝聚阴阳二气要比他自行修炼快得多 如果能够将阴阳二气提升到一定程度 自己这个蓝银黄烙印的威能就能大大增强 现在来看阴阳二气是可以附加在任何能力之上的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辅助能力 但哪怕只是辅助 作为智阳智阴的强大能量 就算是黄金猛马都扛不住啊 阴阳二气集中了两个顶级天晶黄的核心能量 而且自己能够通过吉凶两级领域对其进行调和 如果运用得好 很可能成为不逊色于吉凶两级领域的强大底牌 不急 慢慢来 在修炼阴阳二气的过程中 他还不能被那两个顶级的天晶黄发现 所以只能循序渐进 一点一点地去提升 比赛进行得很快 势均力敌的情况在第一轮是较少出现的 因为是淘汰赛 每一名参赛者都将比赛当成自己最后一场来看待 所以都特别认真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该我上场了 大猫的声音打断了唐三的思考 加油 唐三握紧拳头向他挥了挥 我会的 大猫深吸一口气 一双眼眸瞬间变得明亮起来 大踏步向外走去 和唐三相比 大猫的经历实在是太多 太多了 从出生开始 就不断有族人告诉他 他们是被诅咒的一族 他在同龄人中是最强壮的 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但是 狮虎族被排斥 族中资源十分有限 尽管长老们已经很照顾他 可还是很难让他吃饱 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 他的力量也与日俱增 渐渐的 他开始感受到自己血脉的问题 每当血脉出现冲突的时候 他就会有痛不欲生的感觉 长老们省吃俭用攒钱 买来天才地宝为他补充生命力 才让他忍住血脉冲突带来的痛苦 坚持下来 就算是这样 他的实力依旧成长得很快 后来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年轻的他得知大斗兽场能够赚钱 于是毅然前往 在大斗兽场一方看来 他是罕见的狮虎族 很有噱头 自然是毫不犹豫地让他参赛了 而且给出了不低的待遇 凭借着自身强悍的实力 他在大斗兽场中逐渐闯出了名堂 第一次击杀对手的时候 他的内心其实是恐惧的 但想到族里还有那么多人 等着用钱来续命 他就让自己的心变得冷硬下来 不知道出生入死多少次 不知道在身上留下了多少伤疤 他的实力一天天提升 一天天进步 渐渐地 他成了家里成大斗兽场 不可战胜的存在 作者 唐家三少